三国时代,孙权是与曹操,刘备角逐天下的主要人物。 论年龄,他比曹操,小27岁,比刘备小21岁,在三人中是最小的。 曹刘算得上是他的父辈,论执政时间和在世时间,他又是三国君主中最长的一个。 曹操做到魏王不久,便于公元220年春正月病故,活了66岁。 刘备称帝两年之后,便于公元223年下四月去世,终年63岁。 孙权自公元200年成为江东之主,到公元252年才病逝,享年71岁。 他是三国时代的主要见证人。 吴国在三国之中立国的时间也最长,前后有60年。 其中,孙权称王称帝时间有32年,从他当江东之主算起, 则叱咤风云了长达53年。 孙权为何能年纪轻轻,就坐稳三国雄主的位置, 甚至跟曹操和刘备这样的大佬并排座。 其实,他要感谢的人实在是太多了。 第一类要感谢的人,就是老爸孙坚和哥哥孙策。 这两个人替他积累了第一桶金。 其中,尤其是孙策,开拓出来了江东之地, 这才有了孙权愉快玩耍的地盘。 否则就凭孙权那武功韬略的话, 正所谓,生子当如孙众谋,合肥十万送人头。 有多少地盘和人头,也架不住他这么败家。 奈何在孙权称帝后,却刻意忽略孙策。 紧追封孙策为长沙王,这实在有点白眼狼的架势。 第二类要感谢的人,就是周瑜和陆迅。 为何没有鲁肃和吕蒙? 因为公允地说,鲁肃的功绩大多是在周瑜活着时完成。 他唯一能拿出手的是养肥刘备,三分天下的布局。 奈何刘备太鸡贼,站着荆州却反手入西川, 一下子破了鲁肃的这个布局。 当刘备夺下西川,拿走汉中后, 以大有气吞天下之势。 这才引发了孙权和吕蒙转变目标。 以消灭关羽,夺回荆州为第一任务, 开始向盟友背后狂捅刀子。 关羽因此就死在了盟友之手。 此事最终激怒了刘备,来了个刘备东征。 是陆逊在关键时刻, 力挽狂澜取得了夷灵之战的胜利, 替孙权和吕蒙擦了这回屁股。 至于周瑜,则是用赤壁之战, 一战奠定了三国格局, 让鲁肃拥有了施展的空间。 因此,东吴的大都督虽有四位, 但真正配称大都督的, 却只有周瑜和陆逊。 这几乎是所有人的共识。 可是又引出了一个新问题, 那么周瑜和陆逊到底谁更厉害呢? 在三国演义中, 周瑜直接对标的是诸葛亮, 所谓一时余亮。 虽然最终他被诸葛亮给气死了, 但谁敢说周瑜不厉害, 不是诸葛亮的对手。 在看陆逊, 怡陵之战后他追杀刘备, 却被诸葛亮摆下的一堆乱石头, 给困死在里面。 若非诸葛亮的老丈人神秘现身, 带着陆逊走出这个八卦阵, 陆逊就交代在里面了。 所以, 仅从这里就能看出来, 陆逊根本不是诸葛亮的对手。 至于为何, 诸葛亮的老丈人要帮陆逊, 这应该是诸葛亮的事先安排。 先让嚣张无比的陆逊, 困死在八卦阵内, 从天宫直接打至地狱。 正当陆逊绝望时, 诸葛亮的老丈人出手, 把他拉回到人间。 一则警告陆逊, 别太得瑟了, 事情别作绝, 否则会要你小命。 二则是为日后的孙流重新联盟, 提前做准备。 因此, 以诸葛亮为参考, 就明显能看出, 周瑜甩陆逊三条街, 两人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。 那么若抛开虚构的三国演义, 以正史为依据, 又会是啥情况呢? 在三国正史中, 陆逊的地位跟诸葛亮同级。 在三国制内, 仅有两位臣子享受到了单独立传的待遇。 第一个是诸葛亮, 第二个便是陆逊。 这其实便是陆逊在三国正史中, 真实的地位反映。 哪怕人们再惊讶和不服, 也没办法。 诸葛亮能取得那么高的地位, 不用多说谁都知道。 但陆逊凭啥呢? 其实很简单, 就凭两点。 但同时也正是这两点, 他再次被周瑜甩三条街, 依旧不是一个级别的。 第一点, 时机好。 陆逊是东吴第一位出将入相的大臣。 孙权在公元229年称帝后, 任命陆逊为大将军, 这是武职中最高的级别。 在公元244年, 便又让陆逊出任了宰相, 这是文职中最高的级别。 所谓地位决定作次, 这是陆逊能单独立传的一大原因。 没办法, 陆逊赶上了好时机。 但问题是地位越高, 责任就越大, 担当就越大。 比如诸葛亮, 一人就扛起了蜀汉。 可陆逊呢? 却卷入了东吴储君的二宫之争, 最终被孙权给活活逼死了, 这叫得不配位。 反观周瑜, 由于没有赶上好时机, 地位虽明显不如陆逊, 但在责任和担当上, 却远远超越了陆逊。 赤壁之战前, 连张昭都想投降, 是谁给了孙权硬刚曹操的胆量。 不是鲁肃, 而是周瑜。 若没有周瑜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, 哪有后来的孙大帝和陆逊? 对比这位所谓的东吴大将军和宰相, 周瑜反倒是位不配得。 也就是说周瑜的位置, 远不如他所做出的贡献和建立的功勋等。 也就是说, 周瑜仅是一个偏将军, 却做出了大将军和宰相合体的功绩。 第二点, 影响力。 功绩决定影响力, 而后者决定一切。 周瑜最牛的是赤壁之战, 陆逊最猛的是怡陵之战。 这两次大战都入选了三国三大战役之列。 咱先看看周瑜是在什么情况下打的。 当时, 曹操如日中天, 以碾压之士扑向东吴。 周瑜手里仅有三万兵马, 连盟友刘备都心惊胆战, 纷纷都表示兵力太少了。 可周瑜却轻描淡写地说, 不就是打曹操吗? 完全足够了。 结果, 周瑜真就在这种非对称, 非对等的情况下已弱胜强, 化不可能为可能, 击败了曹操。 这股王者霸气, 之前一直属于曹操, 如今却转至周瑜了。 同时也是赤壁一战, 直接奠定了三国格局。 诸葛亮, 庞统, 鲁肃, 陆逊等人的所有功绩, 都是建立在周瑜赤壁胜利的基础之上。 这就是周瑜, 让人叹为官职的影响力。 没有周瑜的赤壁之战, 诸葛亮如何去鞠躬尽瘁, 死而后已呢? 陆逊又如何出将入相呢? 再来分析陆逊的夷陵之战。 先看对手, 陆逊的对手是刘备。 皆知论军事能力, 曹操比刘备厉害。 刘备之所以打胜了汉中之战, 是因由法政为谋主, 这是公认的。 但当刘备在仪陵对阵陆逊时, 法政早已经去世, 刘备又恢复了老兵游子的身份。 陆逊等于捡了个大便宜, 以至于如今, 许多网友们都喜欢假设。 若法政或旁统活着, 刘备会输掉仪陵之战吗? 其次再看双方兵力, 在证实中, 刘备在仪陵之战中仅有四万左右人马, 并非三国演义中的倾国之兵。 陆逊则是五万左右, 等于是兵力占优。 可是,结果又如何呢? 陆逊打得那叫一个难堪, 一直处于防守态势。 直至刘备因太过自信, 舍弃了水陆配合, 仅想依靠陆战解决问题。 陆逊这才抓住机会反败为胜。 所以,陆逊如何跟周瑜比呢? 当然,最直观和最有说服力的, 便是对周瑜和陆逊的评价。 所谓对手的评价最犀利。 曹操赤壁战败后, 给孙权写信表示, 战船是我自己烧的, 撤退这事也是我从容决策的。 可咋就成全了周瑜的名气? 孙权小老弟, 小心别让周瑜骗了你。 刘备更狠, 他语重心长地对孙权说, 周瑜就不是当臣子的料, 我实在替你担心啊。 这就是尖雄和肖雄 对周瑜的评价, 都是给孙权上眼药, 期待孙权杀掉周瑜。 他俩为何要这样做? 因为正面打不过, 就期待在堡垒内部引爆突破, 能同时让曹操和刘备 如此忌惮者, 放眼三国唯有周瑜。 所以说, 两人根本不在一个档次, 周瑜轻松甩陆逊三条街。 对周瑜轻松甩陆逊三条街。 对周瑜轻松甩陆逊三条街。 对周瑜轻松甩陆逊三条街。